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OPZ的频道 那么呢 今天呢 给大家分享的是GTA线上最新的刷钱刷进的方法 你可以看到我一次可以获得2000兼职 还有5000美元 这个方法呢 适用于全平台xpots是pc 如果你是pc的话 还可以设置鼠标红连点器 这样的话就可以挂机升级了 那么呢 这个方法虽然说没有我昨天发达那个视频的无限兼职 还有冻结金钱那么快 但是呢 至少它是可以单人操作的 一个人就可以完成的 不需要队友 这个还是非常好的 不想错过这些好福利的话 大家就关注我 订阅我的频道 就可以第一时间的获取最新的GTA线上的攻略了 今天介绍的这个方法呢 其实非常简单的 首先呢 你进入斯兰还有战局 然后注册成为CEO 然后在这个战局里面闲逛二三十分钟 你可以买衣服啊 或者说做什么事情都可以 到了第二十分钟呢 你就会说一封邮件是跟藏宝图有关的啊 这个时候我们就打开来 接下来我们就前往搜索区域去寻找藏宝图 关于这个藏宝图的点位呢 你们可以上网找一下攻略 当你到了目的地之后呢 你就打开玩家互动选择啊 找到老大工作里面的资源回收啊 开始任务就好了 当你开始任务之后呢 你不需要去完成这项任务 你只需要跟这个线索互动一下 按十字键右键 这个十字键右键是可以连点的 所以说如果你是PC的话 就很轻松可以设置鼠标红 值得一提的是这个老大工作 它是有实现的 你可以看到我还有19分钟就结束 在时间快结束之前呢 你就退游戏啊 然后呢再重新上线 重复刚刚的操作 就是等过二三十分钟的啊 藏宝图的邮件去找保障 或者说你切第二个线上的角色 还可以卡的 因为呢线上的角色金钱是通用的啊 所以说不用担心 今天演示的这个方法呢 适合所有人可以一个人完成 不需要朋友 如果你的等级非常低的话 你会发现升级真的是非常的快 但是呢对于高等级的玩家来说 就比如说我300多级 我会觉得啊 这个升级真的是非常的慢 不过好在这个方法呢真的是非常的简单 而且呢只需要一个人 所以说啊 不需要像昨天那个方法一样啊 需要三个人合作 那么呢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啊 祝大家刷得愉快 喜欢的话不放点个赞加个订阅 获取最新的GTA线上攻略啊 那么呢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